大家好,我是榮尼王 那我今天的提案是線上揪鬆跟二D揪鬆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從上一次開始 HGV HackSong就必須要辦在線上 那麼也因為要辦在線上 當時揪鬆們一起開發了線上揪鬆 就是希望能夠把實體大鬆的一些體驗 一些需要的工具,全部都搬在線上 讓大家儘管沒辦法到中研院的現場 但是也可以一起參與黑客鬆 因此我們把像是自我介紹這個元素搬進來 然後我們把各提案也把它變成各式各樣的頻道 讓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提案現在裡面正在有人討論 那我可以進去裡面跟他一起討論 那我可以透過YouTube來看到目前大家的動態 那所以譬如說我對這個陳同福老師專案很興趣 我發現裡面已經有人了 那我就可以進去裡面跟大家討論 那在裡面也可以透過視訊會議室的聊天功能 那麼可以看到他的共筆 然後也可以看得到這個聊天人的影像動態 那麼能夠做到這樣子的線上大鬆 也是受惠於有一個叫做GZ的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線上的聊天系統 那它是可以有視訊會議、聊天會議 都可以,但是它是Open Source的 所以你可以自行架設 那也因此我們當時還做了另外一個2D揪鬆 也就是說可以像RPG一樣可以設計地圖 然後可以打開你的攝影機 跟大家用攝影機溝通 那這也是一個其中今天你想要做的部分 那除此以外我們還做了一個分割畫面小幫手 那這分割畫面小幫手就是可以讓大家可以設計說 你用HTML設計你想要什麼樣的場景 然後這個場景裡面可能會有頭像怎麼顯示 然後你就可以把GZ裡面某一個聊天室的畫面 然後以這樣你設定的HTML的客製的畫法顯示出來 那這樣就是可以讓你更容易的操作 你想要的一個視訊會議該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說誰是主持人、誰是導播 要怎麼樣把畫面呈現 那麼今天這個提案線上的揪鬆跟2D揪鬆 主要就是想把這三個工具能夠做得更好 然後讓更多人能夠使用 那因此今天想要得到的幫助包含說 如果你對於線上揪鬆有任何的建議、意見 歡迎就是可以提供你的意見 然後或者是說你今天對於想要畫一個地圖感興趣 那今天我也會分享我們的地圖編輯器 讓更多人可以一起來畫出你想要的中原院出來 或者是說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會議 你是前段工程師你可以幫忙做這邊的見面 那今天非常歡迎大家來幫忙 非常謝謝大家